怎麼會這樣子呢 這個蔣市府最近到底在忙些什麼 也是說最近蠻不順的 好 難道不順要轉移焦點嗎 那昨天呢 可以看到藍營議員呢 又牽扯到了保齡事件上面 這個對蔣萬來講會有幫助嗎 好 我們請教一下益川哥 因為你看喔 昨天呢 這個國民黨的議員 劉采輝就說了 喔 這個是不是中央拒絕扣食材啊 蔣萬還說對 中央拒絕扣食材 王斌生氣炸說 根本在甩鍋嘛 甩鍋嘛 因為如果說是真的的話 為什麼北市府24號25號 都去了保齡兩次 你為什麼把這些食材帶回去 現在又在東扯西扯 而且還直接說重話 說首都的市長這樣子說話 真的是不可思議啦 哇 所以現在北市府 蔣市府又在揮什麼呢 這個劉采輝的質詢太嫩 太嫩 收拾啊 怎麼說 你是接到通報 接到密報 接到吹哨 還是接到什麼 不然你怎麼問這一題 一定偉心叫跟你說的嘛 偉心跟你說叫你問嘛 都在自問自答嘛 不然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啊 你現在跟外傑說啊 可以跟你說的嗎 還是你問到的 我們在考討論說的食材 第一天期的時候 沒有價錢回去 24號嘛 大家說二十... 第一天那24號 沒有價錢嘛 大家問台北市政府說 你那天氣怎麼看來什麼 假裝什麼一大堆 沒有清潔啦 說三萬 六萬嘛 對不對 還有刀放得不好 人家就在問說 第二天第三天 奇怪的 你怎麼沒扣食材 要過那條 怎麼沒扣 什麼的 怎麼沒扣 台北市都在問這個 到拜祭 那個中央 衛福部的 直接是否直接帶 什麼醫師 什麼一大堆 台北市衛生局 走去那嘛 那不是說 三十幾號回來 三十五 三十六號 那時候就在說 奇怪 所以代表24號可以扣啊 台北市政府董事都沒有扣 那個時候大家也是這樣覺得 安卓沒有拿呢 二十沒有扣 二五百你也不扣 是二十到中央 照你們照會去 你們才開始要 大家是要扣那些食材嘛 好 扣那些食材 扣那些食材 要拿去鹹什麼 先說啊 三十幾號 這個你走回去鹹 那個走回去鹹 你們台北市可以鹹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爭議 因為大部分食物中毒 都是地方在處理的嘛 現在新伯不是有一間壽司店 有沒有 如果經營都出事情嘛 他們有叫衛生局去到鹹嗎 不必嘛 那就是 地圖的這個衛生局 他就通過鹹了嘛 所以這個案一開始 當然就台北市的衛生局說 這要鹹什麼 這樣這幾個我們拿回去鹹 如果要鹹什麼 我們沒辦法到鹹 你們中央把我們拿回去鹹 拜託你們鹹 因為你們的實驗室才好 什麼台大法醫研究 那你們都拿得好 你們沒辦法鹹 其他我們拿回來 大家在協調這些事情嘛 協調到哪裡 協調到全部衛福部拿回來 講我們就是在說這個 講我們說 你們為什麼不一開始就說你們 通通你們拿 奇怪這是台北市的事情 衛福部是去把你們倒三天 什麼全部都要衛福部用 是啊 那應該是說北市府 他自己沒有拿 那他現在幹嘛怪中央說 你們不讓我拿呢 對 照理你二十二五 你就要帶回去嘛 帶回去有些東西 你沒辦法厭 你才會請求中央支援 可能新北市有更好的儀器 你叫新北市幫你鹹 這都可以 你現在外頭 回來說什麼 中央不願意把那個食材全部帶走 我們怎麼會知道中央有帶走食材 三十幾項 我們都會記得 這事情無到這樣 你們知道國民黨的議員 還要抓這條出來 我問你嘛 這個暴霖的事情 我們幾禮拜沒討論了 已經一兩禮拜了 所以我想說這件事情 不是應該已經有個解答了嗎 不是議員幹嘛又嚇嚇出來了 中央為什麼馬西會來炒火 大家都不記得什麼暴霖的 你們在專案報告四五條 大家也想說 這就已經炒菜是廚師的手 店 什麼桌子 那些事情 你現在自己又嚇這條 嚇這條 現在大家又開始討論 所以 所以你這個講話 你很出面 你就嚇謝國良一樣 謝國良本來就沒事情 就又嚇一條電動車出來 又上安全帽 大家又開始關心 謝國良都出來說 本來講沒有哥哥樓對不對 現在有哥哥樓 哥哥樓要參加說明會了 所以是為了要趁流兩根心 沒有 大家猶口 不要緊去謝國良 沒有人要討論謝國良 謝國良又跳出來說 我現在有哥哥樓 你實在是 危機管理沒有人這樣捕 這個事情就讓專業去處理 檢查官也在處理 你沒事叫議員出來問這一題 然後讓大家又回頭想起 蔣萬安的臺北市政府在第一時間 並沒有拿走食材去驗 如果那兩天有哪些食材 被店家先拿去銷毀了 先拿去丟掉了 我們通通驗不到 蔣萬安我再講一遍 第一天你們的衛生局 並沒有查扣食材回去驗 經過兩天 衛福部才去拿走去驗 這兩天如果有食材 被人家拿去丟掉毀屍滅機 這個案子查不出真正的答案 蔣萬安你要負責 其實大家都忘了 你自己要抓起來 你要惹出來 那大家就來繼續討論 這個插曲是意外出現的嗎 因為王必勝接受了專訪的時候 就說食物中毒案的 的確是只規定要扣食魚 沒有規定要扣食材 但是因為發生死亡事件 一定要想生一點 多做一點 中央是沒有規定 但這次回溯事件 是發現已經沒有食魚 那沒有食魚 你就應該把食材扣起來 怎麼會是 可能是老師叫你掃掃地 你就真的把落葉掃一掃 垃圾丟在那邊 你看剛剛委員長講說 這個就是插曲 是真的嗎 還是北市府臨境一遍不夠深 其實我想這個議員的問政 絕對都是有所本 台北市議會的議員不會 自己在那邊憑空想說 是中央叫你不准扣 一定是有一個人這樣跟他講 對不對 一定想要跟他說 我偷偷告訴你有一題質詢很棒 中央叫你不准扣 你問這個 你問這個 這個很好 一定有版面 所以現在問題是誰 是誰告訴他這個奇怪訊息 因為後面其他議員亮君質詢問他說 是幾年幾月幾號 什麼時間 誰打給你叫你不准扣 沒有人講得出來 知之吳吳嘛 那你連這個都講不出來的話 顯示其實沒有這件事嘛 所以是誰把議員當成是這個 講出這個話的人值得探討啊 為什麼 因為剛才朗東說請衛福部去告嘛 跟你講告不成 因為議員在議事聽問政有言論免責權啊 所以他透過了這個其中一個議員的嘴巴 放了這個錯誤的消息之後 沒有人能拿那個議員怎樣啊 所以至少對我來說 如果是有一個人奇奇怪怪 說我跟你講什麼時候 你要去查證啊 對 一定都要查證 那什麼時候是要會不查證呢 因為他覺得說 講這個之後可以幫蔣萬安 可以這個脫免責任嘛 所以那上演那一幕啊 叫做上下交相賊啦 對不對 他就丟出這個 然後蔣萬安就順勢說 這個我們都已經很認真在做什麼 就好像把這樣子的這個風向帶起來 怎麼可能會叫你說不准扣食材嗎 笑死 這個我們台北市衛生局長 今天去上個別人的廣播 他就已經坦承說 其實當時第一時間 沒有想到要扣食材 那就是他沒有想到嘛 對啊 那幹嘛判斷在中央咧 我覺得現在這種判斷 真的很難看啦 因為地方制度法裡面 已經很清楚了 就是告訴你說食品安全衛生 也是地方的權責嘛 今天這種甩鍋 其實我覺得 大家看得都膩了啦 如果遇到凡事都說 中央有問題 中央有責任 那我提一個建議啦 最具體 以後台北市長改官派 改官派之後 通通都是歸屬到行政院的責任 沒有疑問嘛 以後官派中央負責就好了 對啊 其實這個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嘛 說疑似食品中毒的事件 你要查扣食魚以及鹹魚食品 就是地方政府的責任嘛 你就坦白坦承說你當時只注重到食魚 沒有想到鹹魚食品 這樣就算了 講萬萬還在講說 那個時候沒有人知道是吃了什麼 才導致我想說怎麼可能 如果新北市沒有告訴你 他在保齡茶是吃了什麼 你怎麼知道要去保齡茶 所以你一定知道嘛 對啊 那你知道的事情要說 那個時候沒有人知道 這都坦白的啦